当地时间2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世界卫生组织结合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 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邀请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每个妇女每个儿童倡议高级别会议开幕式 潘基文在会上宣布 启动联合国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发起仪式 彭丽媛发表致辞表示 关爱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是对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投入 这些年来通过同政府和社会力量协作 中国的妨碍宣传员和社会著名人士多方筹资 为艾滋孤儿开办学校举办下令营活动 提供免费治疗帮助了许多孩子 他们的无私关爱可以成为艾滋孤儿对抗病毒的最好精神疫苗 他们多次走进中国高校 鼓励青年学生加强防范意识 为防治艾滋病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